我们今天去买苹果股票 是因为我们相信苹果股票 能不断地给我们带来价值 你们在座的买苹果股票的人 去过苹果股票的人有多少 买苹果股票的人有多少 去过苹果股票的人有多少 买过一个去过人 好 你们家这个小股票有多少 都不想说 你们不会吧 我们不合查税 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公司的了解和信任 其实是非常无知的 那么这个理念充满了各种各样复杂的 不信任的对等 为什么在美国会有美国证监会的存在 会有四大审计的存在 会有律师的存在 因为这一系列的过程 全部都是不共同的 那么区块链根本解决的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那么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很好的 美国的自媒体 如果我的粉丝超过一千万 我就可以发行自己的积分 或者发行自己的货币 那这种货币就使得我每天挣的钱 一个利润 我简单的说 我个人可以上市 而这种上市是你直接 我个人都可以上市